大家好,朝鲜的事情每天都有新进展 星期三4月12号,川普和习近平又通了电话 两个人刚刚在上个星期五才会了面 几天之后又打电话讨论朝鲜的形势 这个频率可以证明现在的气氛是很紧张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士说 这次川习通话是习近平应川普之约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呢 他现在的行为习惯 就是他在正式的外交接触之前 他通常会先发几篇推文 在推特上放几炮 对美国人流露一下他的真性情 那很可能那个推文就是他真实的想法 但是呢,在这个外交接触之后 他马上又会有一个很外交措辞形式的一个表态 你像在星期三,他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前 星期二的时候他发推文说 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就自己动手 还把卡尔文森号航母攻击军 称之为无敌舰队 可是在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呢 他马上又摆出一副这个很老练的外交姿态 说和习主席有一次很好的谈话 习近平在这一次通电话里面呢 他又说了 说中国希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并且愿意和美方就半岛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 所以总体来说呀,习近平的语气还是不强 对美方还是一个比较友善的态度 当然不同倾向的朋友呢 可以分别拿他这一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来做解读 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共肯定不会放弃朝鲜的 如果要打朝鲜的话呢 中共这边会第二次抗美援朝 他们可以认为习近平仍然坚持了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 而另一些人则可以把重点 放在他后半句所说的沟通和协调上 如果是问我的看法呢 在这次川习通话之后 我仍然认为如果事态发展到那一步 美国对朝鲜动武了 习近平会保持默认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习近平说希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是希望 和美国保持沟通和协调是行动 那这两部分你更看重哪一部分呢? 习近平表达的是希望解决 他用的措辞是希望 而不是呼吁或者敦促各方和平解决 外交措辞是很有讲究的 所谓希望这个语气就要弱很多了 就是我希望你们别打仗啊 都坐下来好好谈 结果真的打了 那打了就算了吧 打了就打了 希望他的这个语气的级别要弱一些 再来说所谓的沟通和协调 协调这个词啊 它的行动意味更强 立场感也比较强 保持沟通和协调 意味着现在呢 这个北京对美方的立场有较多的赞同和配合 川习会之后啊 川普立刻让航母打击群掉头 回到半岛 而北京这边呢 让购买朝鲜煤炭的这些企业啊 把煤炭退回去 以及派五大委去韩国 那有人说这是一种互相配合的举动了 也许是 但是显然中方行动的力度和川普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否则就不会这么快有第二次通话 显然川普是希望习近平拿出更强的行动出来 其实提勒森在9号出进这个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栏目啊 接受这个栏目采访的时候 他是说了 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实现无核化 而不是政权更迭本身 本身这个表态呢 还是一个比较软化的表态 目的是缓和金正恩的压力 就说你只要放弃核计划就行啊 你只要放弃了 我就不会对你搞什么斩首行动 你的人身安全是没有威胁的 可是三胖那边依然不依不饶啊 在这个星期发表这个语气很夸张的声明 誓言要把核武进行到底 说什么有100万个理由啊 要坚持发展核武器 所以呢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这两天我在考虑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确实啊 不太有答案 就是我们看大国之间对抗 它哪怕走向敌对 哪怕走向战争的边缘 往往在最后关头啊 还能出现戏剧性的重大妥协 而小国与大国对抗 其实力相差更远 它没有任何赢的希望 却不时的出现有这种死扛到底 一条路走到黑的情况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来举几个例子 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和美国走到了核大战的边缘 到了最后关头赫鲁晓夫做出重大妥协 把导弹从古巴撤出来 从而让世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二个呢 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 那几乎也走上了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甚至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可是在这个关键的关头 越南的胡志明去世了 然后双方就很有默契的都去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 然后这个葬礼结束以后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锡金还专门路过北京一探 在北京机场建了周恩来 达成了一个机场协议 达成了一个维持现状 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协议 然后这么一个看起来天大的事 就不明不白的冷却下来了 这是大国在交往当中 哪怕走向敌对最后关头 经常还会做出一些很理性的妥协 而小国面对大国的时候 其实它更没有胜算 按理说它更有理由妥协了 对不对 可是却经常发生死康到底的情况 不能说历史上这种例子特别的多 但是也不少见 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 当时的萨拉姆和今天的金三胖也有的一比 那个时候 伊拉克也可以说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完全孤立 他吞并科威特以后 他在阿拉伯世界甚至都被孤立了 当时的历史条件 也没有别的大国可能去支持他打仗 对不对 那时候苏联也不可能支持他了 而萨拉姆却要死康到底 绝不撤出科威特 你要稍微理性一点的算计呢 这个账面上的东西是非常清楚的 是吧 你伊拉克有什么 人家西方联军有什么 以伊拉克的国力 他不可能和西方联军作战 难道他真的以为 他可以取得一两次大劫吗 然后去达到一个他来指定的和平呢 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 他不大输 就算是烧高香了 难道萨拉姆真的以为 他要服软了 撤出科威特了 他的强人形象就会受损 然后呢 他的国内的微信会受到打击 从而导致他下台吗 事实证明也不是这样 他当时在科威特确实大败亏输了 被打得屁滚尿流 被赶出了科威特 但是他在国内 伊拉克国内的政权 还是延续了十年 民众并没有说大规模起义去推翻他 然后伊拉克的精英阶层 也没有觉得说 你打了败仗 你是个怂包软蛋 是吧 是我们的耻辱 我们要发动政变 把你罢除了 当时也许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没有成事嘛 所以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说萨达姆当时非要坚持 和美国打仗的理由何在呢 回想起来 确实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他不太像是一个理性的算计 对吧 孙子兵法里面说 小敌之间 大敌之勤也 就是说弱小的一方 你非常固执的逞强 硬拼 就会被强大的对手踩到脚下 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 对你来讲 尊严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而是生存 这是你屈服 不等于你软弱 因为你的弱是一个事实 而不是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是什么样 是不重要的 你在逞强硬拼 也不代表你强 硬拼只能葬送了自己 反而留下笑柄 当然有的人就老喜欢说 中国抗日战争时候的事 抗日战争 中国是弱 它是在军事上弱 但是中国有其他战略优势 中国有辽阔的扶原 有人口优势 而且有国际环境的优势 因为英美还是支持中国的 它有若干战略优势 而这些条件 在海湾战争时期 和今天的朝鲜 萨达姆和金三胖 是一样都不具备的 萨达姆当时是选择了硬拼 假如他当时撤了 我没有假设历史 假如他当时撤了 现在很可能 还是他儿子乌代 在伊拉克掌权的 而今天朝鲜以其弱小之躯 还在不断的誓言 要核武抗美 绝不回头 所以萨达姆和金三胖 这两颗小脑瓜 到底在想什么呢 确实是让人费解 今天早上 我和一个朋友 探讨了这个问题 我们都没有什么 有把握的答案 我这位朋友认为呢 哪怕是专制体制 大国的内部政治生态 还是要复杂的多 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当中 参与决策的因素也比较多 所以最后形成的决策 相对来说 还是调和一些 理性色彩多一些 你比如苏共的高层 中共的高层 它不同派系 在重大决策关头互相博弈 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有调和色彩的结果 而在伊拉克和朝鲜这样的小国呢 那基本上就是独裁者一个人说了算 他是艺人 是独夫 那个政治生态很简单 他们国家内部缺少别的势力 别的意见 去冲淡独裁者的激进主张 就是没人能拽得住它 那为什么大国就有天然的 这种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呢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没别的原因 就是地方大 人多 你一地大 人多以后啊 不同地区情况千差万别 这种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观点 为了应对各种复杂的任务呢 它自然在这个国家内部 也有各种不同观点施展的舞台 所以大国呀 它不容易一步就走向激进 当然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呢 也有特例 比如苏联有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 中国有大跃进和文革 但是从历史的多数时候经验来看 大国相对于小国 不容易走向激进 即使走向激进 它维持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因为它这种内部的复杂性 就会逐渐瓦解掉 激进的势头 小国正因为它内部政治生态简单 所以一旦走上独裁道路之后 独裁者也比较容易控制激进的后果 从而它的决策成本会降低 比如说我向大国叫板 我是一个小国 万一我赢了呢 我不仅能捞到实惠 而且还能赢得一个以弱胜强的名声 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什么国际精神的领袖 有这样的国际地位 万一失败挨揍了呢 我可以把这种损失转化为民族的屈辱感 因为怎么书写历史怎么宣传这些机器 全都掌握在我手里 我可以把损失转化为民族的屈辱感 羞辱感让全体国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我的领导之下 是吧 今后不让我们再被强国欺负 所以横竖我都能受益 那我就死扛吧 这种分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不足 就是它太过理性了 理性的成分太多 咱们开这个时事评论这么长时间呢 我一直不赞成的一种观点 就是说你觉得一个人地位越高 他就应该越聪明 他权力越大 他就应该越理性 其实当你更多的了解历史以后 就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很多人觉得现在是资讯时代了 信息很发达 同时又是全球化的时代 都应该促使人的理性更发达了 对不对呢 那我认为人性总是比较不容易变化的 萨达姆呢 他还是从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明争暗斗 一步步拼过来的 他你还可以说是一个政坛老将 而金正恩呢 他就是被他老爸安在那个位置上的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 是生于身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 他的个性更少经过锤炼和夹模 所以你说他一定有很多的理性算计啊 我对此确实还表示怀疑 所以这方面呢 我是建议咱们多一点从人性的弱点 从非理性的角度来理解 怎么叫人性的弱点呢 比如说咱们构想这么一个图景 就是萨达姆在和联军开战之前 他脑子里不一定想的是 我和对手实力差距有多大 我这个国力 这个战争持续能力 跟别人差的有多严 尽管他的参谋 他的幕僚会给他各种报告 他这些不一定去看 他脑子里可能想的是另一些事 我好不容易占了科威特的油田了 你再让我把它吐出去 这个太亏了 你看科威特的油田 不是在我手上了吗 实实在在赚到我手上了 然后只要这个原油生产能够恢复 他一天就能给我挣多少钱 一年又能给我挣多少钱 然后这个印钞机就开始在脑子里面转动了 今后我就能支配世界原油市场了 到时候你美国再凶 你也得听我的 我今后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强人 刘芳千古 可能那个脑子 那个时候就在这方面转了 金三胖现在想的呢 也不一定是说 这个万一美国对他打了 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他不一定考虑这么多 他想的可能是 我现在离成功就差最后一步 一小步了 我的科学家告诉我 就差两个关键数据了 只要有一次 只要再多一次核实验 就能够拿到这几个关键数据 那我就大功告成了 到时候我就跻身世界核俱乐部了 你美国就得乖乖的跟我低头谈判 韩国也成了孙子了 中国也得乖乖的 我要什么就得给我什么 这就像一个赌徒在牌桌上 出牌已经到最后一轮了 他觉得他手上有好牌 他马上就要赢钱了 这个时候你想把它从牌桌上拖开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就比较不容易了 当然咱们这么说呢 又会有评书演义的成分了 你说金正恩和萨达姆 他们脑子里面怎么想的 外人怎么会知道呢 我的意思是说 在历史的很多时刻 咱们一般人呢 旁观者觉得 当事人只要多一点点理性 就能够避免灾难 他自己也可以避免这种 身败名裂 身死人手 被天下孝的情况 可是他却非常固执的选择了愚蠢 这种固执还超过你的想象 所以说三胖读过孙子兵法吗 他难道不明白 小敌之间大敌之情这个道理吗 我没有结论 所以我也不知道 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